可以看到其實今天白天呢 是天氣都大致上比較穩定的 是多雲稻晴的一個天氣形態 其實可以說相當的不錯 那只有東半部地區還有中部的山區 會有一些零星的降雨 但是來帶您關心 其實在晚間的時候水氣就會增加了 那可以看到呢 整個東半部地區是整個呢 都會有雨勢的一個狀態 而且呢從今天夜晚到清晨這段期間 雨勢還會非常的明顯 相信大家都很關心中秋節這一天 天氣會是如何 因為環境風場是吹偏東風的關係 因此可以看到啊 北部東半部地區 會有比較大雨勢發生的機率 如果想要賞月的話 我們在這邊告訴您 像是在北部地區啦 接龍北海岸東半部地區 雲量會比較多一點點 所以賞月的這個程度呢 只有二到三顆星 那麼中南部地區 因為雲層是比較少一些的 因此呢看到月亮的機會呢 是大增 是有四顆星的等級 那週三之後呢 水氣也變增多了 北部東半部都會有短暫雨 那各地午後也都會有短暫暫雨的發生 提醒各位觀眾朋友要注意了 那麼溫度方面會如何表現呢 其實本週白天天氣也是相當的悶熱 各地普遍都是在三十三到三十六度以上的高溫 那尤其桃園以北 包括了大台北地區局部都是有三十六度以上的高溫 那麼中秋節當天因為是偏東風 還有沉降作用的關係 因此呢桃園跟新竹這一帶 可能還會出現在三十七度左右的高溫 要提醒各位觀眾朋友注意了 另外來帶您看到 其實在太平洋海面上面雙台共舞 今年第十三號的中度颱風被逼加 目前是以每小時二十七公里的速度 是向西北些來前進 預計在今天上午的時候 就會登陸中國上海了 對台灣的天氣是沒有直接影響的 但是要來帶您關心的 就是在昨天晚間八點增強的 第十四號颱風葡萄桑 目前推估它的路徑呢 大致也是往西北方向 往琉球群島前進 墨傑預估是在周四這一段期間呢 是他最近接近台灣的時候 不過還是有不確定性 得要做路徑的再觀察 以上的氣氧時間提供給大家 我們把時間交還給韻韻 新聞搶先一嗓 深入內幕破點關鍵密碼 近在伊戀市 關鍵新聞 全盤分析解說 輕鬆掌握趨勢脈動 專業精準 懂你想要的 雙份九十分鐘 加倍關心您所關系的事 都在伊戀市 尤其餘地 oui 今天 有